- 妳會希望判決下來確定之後原子重檢嗎? 對,一定要把這個房子還給我們 對,他不能搶財務的房子 所以我們不在家的時候,把我們的家房錢都搶掉 先生,您剛有說需要告歉 您覺得哪些人應該要向您告歉? 我覺得先講行政團隊,來加愛護,向受財務道歉 江院長需要來告歉 我覺得這行政團隊,他就要向我們受財務道歉 每一個愛家愛護要道歉 平面媒體也要道歉 因為當初大補案就是在行政院長張英茂 對,你答應的事情,您盡量更改進,實現他的諾言 全靈畢 seam pushing也結縮,一點點 所以,她現在收讓珞重財務道歉 本來幹嘛 晃世倪 做 coherently 他叫我 權一起建den 我们听听到话 调理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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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理到后来的报告 根据成信念 今天我们正在里面的报告 拍摄 我们拍摄 无论多 能够的世界里面的判断 我们可以一起来拍摄 我们必须多了 必须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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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今天判決是我們贏了 但是我們還有在努力的空陷 第一點我要講的是說土地要歸還給我們 然後房子要蓋還給我們 向所有的平面媒體道歉 然後縣長及行政團隊愛家愛戶 向受災戶道歉 然後我希望劉縣長 你還我先生一條命來 你怎麼去逼死我先生 對啊我現在就想說這些話 謝謝大家謝謝 是大家都沒有發覺的 就用土地徵收 用都市計劃 來剝奪人家的一個生命 而且生命都非常的短 時間都非常的短 道歩只有三年 還有其他的個案 兩年一年 就要剝奪人家的生命財產 這是非常不應該的 那個火車上都在秀氏姐旁邊 他跟我講了一個事情 就是說 他的先生有同門給他們 他還是在念著那個家 所以 所以這個家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依靠 所以我想說 希望我們家的政府 能夠把他們家蓋回來 我今天非常感謝 各位媒體 以及大家關心的朋友 我真的很感慨 雖然這是 此來的正義 我們非常是很高興 這些法官真的是很明理的判決 但是這三四年來 我們內心真的真的非常的痛苦 像我都在吃猶豫症的藥 我爸媽也是 我媽常常因為我住在我媽的隔壁 常常跟我講 他說他很想去死 我說為什麼要死 他說我再也承受不了一次一次的駁回 我每天都是跟他講 跟他洗他的腦 告訴他不要那麼笨 這一定會是此來的正義 一定會贏的 所以我你不要擔心 然後我希望說 劉縣長把我家破壞的圍牆 一定要照原來一模一樣 把我們蓋回來 還有我家我爸的田 他也把我們弄得亂七八糟 現在都是本來是良田 現在已經是變成一堆廢土 而且把我們倒一些石頭有的沒有的 讓我們根本都不能跟蹤 我希望他能夠把我們的圍牆 就是原封不動 好好的像以前一樣蓋回來 然後田也是一樣 把我們弄好好 讓我們能夠像以前 種一片綠油油的道紙 這是我們的希望 我希望幸福能夠聽到我們的心聲 真的這幾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把人都逼死掉了 讓人民 這個過程裡面斷了人民的生計 一直到最後人活不下來 這個過程有無 到了最後甚至於政治人物利用他的資源 用多數的暴力我們 如果你看 有更多的人受到傷害 生命受到威脅 所以我在這裡 我要在這裡 我除了謝謝各位以外 我還要請各位自救會 我們大家一定要努力 正義是我們盡努力來的 政府呢 並沒有為老百姓把關 像那個內政部 他這個過程裡面 那天在高能法院我就問他 我們的 嫌疑架構跟說明書 只用了180分鐘 來跟932位人說明 我在當場問那個審議委員說 你們知道嗎 那我們要被徵收土地的時候呢 是從92年一直省省到98年 為什麼我們要被徵收的人 是97年才知道 這個是為什麼 所以各位媒體 從這個大虎事件裡面 可以看到 我們的政策 是有問題的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努力到底 我們一定要修法 我們要把這個土地 尤其是那個區段徵收 我們要把他廢掉 廢除區段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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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地方法院 本來就該這樣判決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 這樣的判決 只是救贖 只是救贖 台灣社會 各位在場的所有朋友 我們要繼續努力 不能讓這個社會沉淪下去 我們不能夠沉淪 這只是救贖 不能夠沉淪 這樣的判決 結果 社會必須要要求 進一步的要求 我們的政府 不僅房屋要蓋回來 土地要還回來 各位朋友 這是土地的基本人權 剛剛徐老師已經講過了 基本的土地人權 財產權 工作權 生存權 現在我們進一步要的是 恢復的權利 恢復的權利 蓋回來 要回來的權利 除此之外 我也要特別提醒大家 除了恢復的權利 我們還要要求 賠償的權利 剛剛秀春姐講過了 劉縣長要把這一切賠回來 大鋪事務 蓋回來 大鋪事務 蓋回來 大鋪事務 蓋回來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永遠團結在一起